2021亚洲生技大展由中国医药大学及亚洲大学组成的联合医疗体系 以尖端医疗及人工智慧为主 展出45项新技术 让医学研究进一步突破 除了让医学更进步之外 对于肆虐的疫情 中国医药大学的校长更是亲自领军研发治疗药物 另外也跟生技公司来合作 进行了产品开发 为癌症病人提供新的希望 整个展览的会场除了充满医学相关知识之外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工卫出身的前副总统陈建仁 也特地抽空到场来参观